嘿大家好 欢迎继续回到Shot Adventures Masterpiece Starscream Part 2 因为这家伙需要介绍的东西非常多 所以我们把它分成两段式来继续介绍它的变身过程 好 那既然现在呢 之前已经给你们介绍过飞机的一些 具体的一些细节之后呢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一下它变身的一个过程吧 首先 第一个要做的是呢 是把飞机前面 这个 这个Intect的地方呢 把它给往下 不 先把这个地方给拉起来 两边都是一样 好拉起来了 接下来是把前面这个部位的红色的地方的往下 折下来 它就能够把这个地方给弄松 再把这个部位稍微的往前一下 接下来是把翅膀的部位呢 把它给 拉开来 之后呢 把它整个的给转 180度往上 而这个的变法呢 则是跟这个Universe的那个S-Storm的变身过程呢 非常的 接近 好 现在就把它飞机得到这个部位了 好 接下来呢是 你看 好 我们再来呢是把它的 飞机的身体这个部位呢 后面跟前面这一方 给它分开来 反正这个灰子碰到 干脆啦 这两片先把它折起来 免得我一直去碰到 好接下来是把身体的部位呢 给分开来 机身应该这么说 给分开来 好 分开来之后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把 机器人 从下半身先开始吧 因为刚刚分开来之后呢 这是它手臂的部位 先把它移开来 好 那我们先钻住下面 下面呢就把 这个后面 翅膀肌翼这个部位呢 跟 隐形这个地方呢 给分开来 分开之后呢 再把它下盘的整个给拉下来 OK 再分开来 OK 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把 隐形下面这个蓝色这一片呢 给 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呢 转1180度往下 接着呢 就把隐形后面这个 喷射隐形的地方呢 给往后 折起来 这样呢才能 造就它到时候 站立的时候比较稳 的一个动作 好 那我们把它脚稍微分开来 Starscript的下盘呢 可以说是 暂时结束了 那我们先来专注一下 它上半身的部位 好首先呢 是把它手这个地方呢 给往外 伸开来 OK 到这边 然后呢就要把 专注把这一部分的两边分开来 移到旁边来 而这个呢就会成为它的一个 腹部两旁的一个 装饰品 一个部位啦 应该这么说 把它给 增开来 往下移 整个的移下来 好 就这样子 OK 那接下来呢 我看看把这个胸口这个地方呢 往下 折 走到前面的部位 走到前面的部位 再把手呢稍微调好它的位置 把它的手掌呢 打直 好 接下来呢 则是它 机头的部位 从这个 整个 驾驶舱那个地方呢 把它给 折下来之后呢 再从这个地方 给折一半 给 驾驶舱这一次的把它给打开来 里面的座位呢 把它给折上去 90度 驾驶舱这个盖子呢 就可以把它盖起来了 好 在这个机头的部位呢 就要从 腹部这个地方呢 给穿过去 那这个地方呢 我就先把这个 给移起来 腹部这里 穿过中间这个洞 移到后面去来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这个机头的部位呢 就到后面来了 往上升之后呢 再把机头头的部位呢 往下 向下 而刚才呢 连接这个 这个 Megatron那个枪的那个洞呢 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跟 后面这一片呢 这个 凸起来这一片 给卡在一起 让它固定住 这样它就不会 再松掉了 好 接下来呢 把这个 Starscreen这个 上升这个部位呢 整个的 移下来 好像有地方卡住是吧 好像有地方卡住是吧 OK 卡下来之后呢 它的驾驶舱就跟它的这个 腹部部这个地方结合住 OK 把脚呢 分开来 手掌呢 也是手指的部位呢 把它摊开来 最后呢 最后呢 把Starscreen 象征性的一个武器呢 卡回它 双手的两旁 最后呢 是要这个地方 把它 举起来之后呢 这一片呢 把它往里面 折 折进去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整个 往后移 跟翅膀的地方卡住 而翅膀刚刚这个 flap这个地方呢 就把它折到后面去 这边也是一样 收起来 往后 再来呢就是 刚刚下盘这个地方呢 把它往后 移上去 这样它脚部的部位呢 就不会有一个 庞大的一个 肌 肌翅膀在后面 OK Starscreen 变身完成之后呢 就是这个形态 而很多拥有这个家伙的人呢 你能不能都知道说 如果说你让它 脚直立立的这样站着 它的重心不稳 因为它的背后 比较重 所以它会一直往后跌 所以呢要解决这个办法呢 很简单 只要把它的脚呢 从外面 往外上来弯 它就可以很稳的 去站住了 OK这个是解决 Starscreen 站立的一个 办法 那我们再把这个底盘 再一次的把它拿出来 现在呢 你就可以把Starscreen呢 立在一个 成空的一个形态 而它这个地方呢 则是要扣在 后面这里 有个 凸起来的地方 把它卡进去 这样呢 你就能够让Starscreen 有个在空中 飞行士的一个形态 而 当初的这一把 Megatron的这把枪呢 也能够让它握在手臂上 OK 所以是一个非常屌的一个设计 如果能够让它很快去握住的话 OK 好 OK 所以它能够握着这把枪 甚至于 如果它要的话呢 它还能握住的 英雄剑 风云里面的英雄剑 所以它也能够成为一个 劲道的一个高手 还有一个 剑盖在这边 好 You get the idea OK 反正我没法握住 OK 而Starscreen它变成机器人之后呢 很多人不知道 你们知不知道 它呢 有 两个地方呢 是稍微隐藏式的 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 扇叶这个地方打开来的话呢 它里面有一组 六个子弹的一个泡 在里面 OK 可能呢 这个提过就算了 第二个呢 则是它有两个脸部的表情 现在你们看到的表情呢 是有点 惊效型的一个表情 而它呢 如果你把头拉起来之后呢 你把它整个 脸 往下拉 的话 到这种地步 再把它转 180度 它就会出现一个 比较震惊一点的脸 OK 所以两个脸的表情呢 我都很喜欢 非常的震点 OK 所以呢 我绝对不会后悔说 花了将近100块美金的一个价钱呢 去拥有这个Starscreen的家伙 就是因为说 它的飞机形态漂亮 变成机器人的时候呢 也是很正典 OK 所以呢 不知道说在台湾能不能去订购到这个家伙 如果说能够在上面看到的话呢 它绝对是个加分的地方 立刻去把它买下来作为这个增长 这样的话呢 你的这个 收藏呢 不会成为一个遗憾 而目前手边呢 拥有的Masterpiece呢 严格说起来呢 有这一部 Optimus Prime OK 可是它是属于20th Anniversary 以及我现在正在订购的 Masterpiece Megatron 而这两个呢 所以到时候的影片呢 都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们一些变身过程 以及它们能够 能够去 动到的一些关节 跟一些特别的地方 这个就是 Transformer Masterpiece Starscreen M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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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